可以说王子军是心存恐惧 又满怀期待地迈进省人民医院大门的 紧张 焦虑 烦躁的王子军 历经炼狱般的等待之后 终于得到了他预知 拒之的结果 这个结果 当然不随人的心理情绪的变化而变化了 他真实而清晰地画为了一张纸上的几行文字 鸡尾缩性 挤随厕所引化症 此鸡尾可怕的运动神经远比 王子军不等医生解释 泪水已经无声地滑落在了诊断书上 王子军不知道医生对自己说了些什么 虽然结果也并不出人意料 但当确诊的文字呈现在眼前 仍然让他有天塌地线之感 鸡飞 飞哥 你让我嫁给你 我做梦都想着这一天呢 可是 可是老天不肯 不肯呢 王子军心如刀绞 回到家中一遍遍念着鸡飞的名字 神态如同梦义 当鸡飞四天后回到两个人在省城的家时 王子军已明显消瘦了 哎 子军 你没去上课啊 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 一进门 鸡飞就发现王子军坐在沙发上 目光呆滞 啊 今天吃中饭时 有点不舒服 下午便没有去学校了 王子军见鱼飞来了 努力地使自己阵地 鱼飞走到她的身边 试了试她的鹅 又细看了她的脸色 虽然没有感觉到发烧 但是你的精神比几天前差多了 人也瘦了一圈 不行 得赶快去医院看看 王子军不去 鱼飞只好硬拉便说 小病也会脱成大病的 你看看你 脸色都难看的 走 我陪你去医院啊 王子军挣脱不下 被她拉着快要出了门 情急中 干脆让她 别拉我了 没有用的 医院也无法改变 这残酷的现实 你说什么呢 于飞着急地问道 王子军看了看 眼前这张亲切的脸 突然搂着她放声大哭 飞哥 我们完了 完了 我不能嫁给你了 我们没有嫁来了 于飞一手抚摸着她的头发 一手抚着她的后背说道 子军 别哭啊 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说呀 天塌下来有飞哥顶着呢 哭了好一阵 王子军才松开了于飞 但是泪水仍是不断地画画往下流 告诉我 到底怎么了 于飞带王子军心情稍稍平复好 轻声对她说 王子军抹了一把泪 也没有说话 而是走到卧室的床头柜中 取出了那一份 由省人民医院开具的诊断报告书 于飞接过来一看 顿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当年王小慧患的就是此病 于飞多次去医院看望过 所以对此病并不陌生 也知道他具有很强的遗传性 只不过这病这么快 就降临到了王子军的身上 还是很出乎于飞意料的 但让王子军出乎意料的是 于飞接下来说的一番话 子军 别怕 我对此早有意料 早就决心和你共同面对了 我们结婚吧 虽然不能要孩子 但我们有夜欢呢 我们一家子会过得很幸福的 不要犹豫了 不管今后的道路有多长 我们会是永远安安的一段 泪水哗哗地 再次流淌在王子军的面颊上 衣服上 这也许是于飞安慰他的话 但也足以让处在绝境中的他 感到无比的温暖 然而现实毕竟很残酷 这两个历经坎坷的恋人 最终能结为夫妻吗 辽木县农民培训工作全市领先 该县的新天地职业培训学校 还是全省先进 作为休州市劳动局党组书记的于飞 总想去看一看 因此在了解熟悉市局的有关工作情况后 专门抽出时间来到梁牧县 调研农民工培训工作和就业创业情况 于飞从县长岗位上下来后 虽然几次回到梁牧县 但以官方身份回来 这还是第一次 他受到了梁牧县政府 尤其是对口单位县劳动局的热情招待 分管劳动工作的副县长满金全 带着县劳动局班子成员 还到县交界处迎接 让于飞很是过意不去 金钱呢 你工作那么忙 就不需要跑过来了吧 有县局的同志陪通就行了呀 于飞说的 满金全 边把于飞请上了 县里专门借贷用的中巴车边边说的 于书记啊 你这话就见外了啊 你不仅是市局领导 而且还是县政府的老领导 我就是家里找了火 也得跑来迎接你的呀 于飞指了指满金全 领口露出来的凶毛 笑着说的 你呀 好事不说 什么着火 着火烧你的毛差不多 满金全咧着嘴笑 随后问于飞 于县长啊 于书记啊 我们先去看哪里啊 先去看看新天地职业培训学校吧 这个全省先进培训机构 还是我从现场会资上下来之后 成立起来的呢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 就取得了好成绩 值得学习学习啊 哎呀 你说到哪里话呀 满金全递给于飞一支烟 你这不是上来了吗 还是我们的领导吗 县劳动局长江门星 赶紧地伸过手去 打燃了火机 边帮于飞点上烟 边说道 是啊 永远是我们的领导 新天地职业培训学校 位于梁木剑工业园内 培训车间是原来于飞在任时 为了招商引资 由县里出资建设的标准厂房 培训学校在此成立后 又加上了围墙和市当进行了绿化改造 倒也像模像样了起来 袁天宝笑容可惧地握着于飞的手 将他引进了培训车间参观 仿佛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 于飞当然也不会再去追究起过去的事了 人总是要往前看的 更何况现在人家正在做服务发展 造福百姓的事业 应该给予支持和鼓励才对 袁校长 新天地职业培训学校被评为全省的先进 说明你为当地农民 为当地的经济发展 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同时也为市县争取了荣誉 我感谢你 于飞边走边说 云丁宝恭敬地说的 哪里哪里 这全靠国家的政策支持 和各级党委政府的帮助 以后呢 也希望于书记 多给一些关心和指导 于飞点了点头 走进了培训车间 这是一间缝纫车间 里面摆了五六十台缝纫机 但正在进行缝纫操作的 却只有二十几人 于书记啊 这里刚送走了一批培训学员 现在这里操作的是新报名参加培训的 现劳动局局长张门新介绍说的 是啊 前天呢 刚送走了一百五十多名学员 大多都是附近村庄的农民 也有部分下岗失业人员呢 云丁宝说 于飞问 那他们还能找到工作吗 江门新说 基本上都可以在工业园内找到工作 因为在培训之前 我们已经在各企业做过调查 是根据企业的需要组织培训的 于飞来到了一名女学员跟前说的 你叫什么名字啊 是哪里的 女学员回答说 我叫张美丽 洛基镇的 然后又告诉于飞 她在这里培训快一个星期了 不仅培训费用全免 而且食宿全报 政府真是为农民安排的周到 于飞问道 这里的学员吃饭也是全免费的吗 张美丽看了看袁天宝说道 是啊 袁天宝笑着对于飞说 是这样的 还有不少学员生活比较困难 他们在食堂用餐时就没有收费 不过数量并不多 住宿呢 于飞问 袁天宝指了指旁边的江门新说道 这个江局长清楚 我妈严格地按照政府的要求 对于路透比较远的 需要住校的农民工学员 完全实行了免费啊 江门新在一旁点点头 对于飞说道 吃饭免费 我倒是没有调查 不过培训费 住宿费 全免啊 倒是局里多次进行过核实的 好好 做得不错啊 我们就是要把会民政策 不折不扣地执行到位 让老百姓受益 并让企业受益 多为企业培训和储备 人力资源呢 肯定一番后 于飞问道 自学校成立以来 共培训了多少农民了 袁天宝说 共培训九千五百多名 马上就突破一万名了 江门新补充说道 新天地是全县最大的农民培训机构 每个月有一千五百名的培训指标啊 也就是说 梁牧县农民工培训计划 差不多都由新天地完成了 于飞问道 副县长满金全说 应该是这样的 前县长说 这样更有利于政府监管 所以全县培训计划 主要照由新天地培训学校来完成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成绩还是很明显的 要不在省里啊 也拿不到先进 有农民工培训的资料吗 于飞问 有有有有 袁天宝赶紧吩咐工作人员 端来了一大点资料 然后指着上面 一排排农民工的名字 身份证号 地址 培训技能等项目 对于飞说道 我们是按政府有关规定 严格规范操作的 九千多人 全部登记造册 于飞仔细看了一番 连连点头称赞说道 工作做得很细心 也很到位 但不知道这些人 培训之后的去向 还没待他说完 将门心便打倒 县劳动局 对受培训学员 也进行了跟踪问校 厨艺部分根据县工业员企业需求培训和就业的吧 还有一部分人呀 又外出打工了 也有自己创业的 看了缝纫车间 于飞又来到了电子培训车间 见培训学员仍然是稀稀拉拉 于飞总觉得 这于学校每个月一千五百名培训能力 有很大的落差 因此想更深入地了解一些情况 可正当于飞提出来 要去学员宿舍和食堂看看时 县长钱生成来了 钱生成热情似火地 拉着于飞的手不停地说道 老领导要来 怎么不直接打个电话给我呀 弄得我现在才听说 赶来晚了 抱歉 抱歉啊 钱生成的热情 诸乎于飞的意料 他说 现县长那么的忙 我哪敢惊动您啊 不过是县上的工作 有县局的同志陪同就行了 你和满县长 来到这里啊 可都是耽误自己的时间哦 余书记哪里的话呀 我们可都是您的老部下 一听说您来了 可高兴坏了 走走走 以前那些老同事们啊 可都在招待所等您啊 赶紧去吧 于飞皱了皱眉说道 谢谢钱县长和各位的盛情 可我现在还没有忙完呢 如果您还有需要了解的 等一会儿 我们专门地向您做详细的汇报 既然钱县长代表老同事们 专门来请您了 那就赶紧去吧 可别凉了大家伙的心呐 啊 副县长满金全被钱生成一影响 一把先前说的你改成您了 于飞无奈地笑笑 以他一个市局党组书记的身份 受到如此重视 如果再不欣然接受 就有点太不领情了 因此只好随着他们 前往先招待所 去会回那些昔日的同事们 这场会面多少有些感人 不仅昔日政府的班车成员都来了 而且人大政协的主要领导也来了 县委书记林伟亚也很给面子 虽然他是后来调过来的 与于飞并没有共过室 但他还是从陪同省委宣传部领导的桌上下来 专门到于飞身边敬了一杯酒 散席后 于飞已经被灌得头昏脑账 躺在招待所的客房里 迷迷糊糊睡了一觉 等他醒来时 又被新一批的同事包围 包括以前在他身边任职的主任局长之类的 因此不得不参加晚上的应酬 就这样一天过去了 而第二天是于飞选定与王子军登记结婚的日子 这是他们俩的人生大事 而且正值王子军身患疾病 心理极为脆弱的敏感时期 他要借此来坚定王子军生活下去的信心 因此果断推掉了一切宴请 赶去省城与王子军会面了 在拿到结婚证书时 王子军泪流满面 直至回到家中 仍然是无法平静心情 幸福和痛苦交织 是他无法说话 只是紧紧地将结婚证 贴在自己的胸前 双手良久不曾松开 于飞见他靠在沙发上 仰望着天花板发了 笑着说道 子军啊 临到正以后 你就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了 这可不好哦 结了婚以后 我们应该比以前更加亲密 更加无话不谈才对啊 王子军点了点头 仍然没有说话 他的内心被巨大的幸福笼罩着 同时也被巨大的痛苦撕扯着 成为于飞的妻子 是他多年的梦想 所以尽管顾虑重重 但在于飞的热情感应下 他无力抗拒 无力抗拒 潜伏在心中多年的渴望 现在终于梦想成真了 终于可以告知于世人 我是于飞的妻子 可是身染重疾的王子军 此时又无法挥去心中的阴霾 他怕 怕万恶的运动神经元病 不知道哪一天 就会把他所拥有的一切 给无情地夺去 同时也为于飞感到委屈 行恒的妻子是个重病患者 他能幸福吗 能娶你做老婆 是我最大的幸福 于飞能够体会得 道光子军复杂的心情 再次轻扶他的肩安慰说道 先妻子成就不说话 于飞继续说 医疗科技与世心悦异 你不用担心 我们的幸福不会长久 我已经在通过各种途径 了解治疗的办法了 相信你的病 一定能治好的 再说了 你也还没有发病吗 不用太过担心 我们得好好安排一下 我们的婚礼 向亲友们展示一下 天底下最幸福 最美丽的新娘 王子军哽咽着 一头扎进了于飞的怀中 终于开口说出了 灵症以后的第一句话 飞哥 不用向谁展示 我现在已经是 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了 五分条 从南海 Crash 不问你 不问你 余 放鬆